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 怎么去验证翻新机的方法 比如说看外观是否整机 或者说插孔有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甚至有人来通过拆解来看屏幕 是否被翻新过 这些方法呢要么不太明显 要么太过暴力 下面就来第一招 用序列号来查询 通过苹果官网 用手机序列号可以查到 设备的激活和保修等信息 如果是翻新机的话呢 便知道这些信息与自己的手机不匹配 从而便可以判断 新入手的机器是不是翻新机了 第二招呢可以拨打苹果客服 我们在官网查询的信息呢 是不包括存储容量的 但你可以通过拨打苹果客服 来咨询一下自己手机的存储容量 如果你的手机是128G 但查出来是64G 恭喜你啦 中奖啦 喂 美好啊 我想猛哈 我Nita 1T的iPhone 还不含1T啊 我还不含1T啊 我还不含1T啊 我还不含1T的iPhone 我还不含1T的iPhone 感谢观看